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哈喽 我是Wanda 好久不见了 我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小教学想要跟你们分享 关于我去年结婚的时候我做了非常多的道具 其中有一个是我拍婚纱的时候做的一个大红花 那那个时候我是用45枝这种一枝一枝的玫瑰花 做成的一束大捧花 那我这一次呢也要来教你们怎么做一束大捧花 毕竟在外面不管你是真花或是租借的 甚至是现在很流行的柱板花 更不用说是干燥花、布雕花的那些花束 价格都是非常贵 我去年的时候问过一束就是 小小一束 然后是假花 假的一个捧花 那时候店家就跟我说租借的话押金是200块 那租金呢是400块 加起来前后你等于先支出了600 那200会拿回来呢 你的成本是400 花还不是你自己的 我觉得非常贵 所以呢我去年的时候呢 就自己狐狸狐狸地搞了一大堆的材料 那我买钻袋、买铁丝、主要的花材 然后做了一束大捧花 那我这一次呢 最近都在做一些婚礼的直播 就想要跟你们分享 到底这样一束完整的捧花要怎么做 成本也大概是多少呢 毕竟自己做还是最便宜的 而且非常简单 一点都不复杂 只要你准备好材料 全部绑起来捆一束就完成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开始咯 首先要先准备非常多的假花 这个呢是我在网路上买的 我去年的店家呢 他们已经就是没有再继续营业 那这是我在网路上找到的 他呢其实他的筋比较长 梗比较长 其实也是还好 因为呢你拍照的时候 你主要是视觉上的这一束捧花的那一种感觉 那我买了非常多 你们可以看 我主要的颜色是以粉色和白色 那他没有推红色 如果你加了红色呢 这颜色就是会变得更鲜明更美丽 那我就是选了粉色跟白色 当然粉色的花这个花比较多的话 整体的那个颜色感就是以粉嫩为主 你们可以看 他就是一个假花 可是因为你如果拍照呢 起来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对他就是假花 非常清楚可以看到他是假花 那其实 其实拍照真的看不太出来 所以呢真的也不用去买到太好的花材 或者是外面那种很专业那种珠宝捧花 除非你是想要自己买了自己收藏 而且珠宝的捧花呢 它上面还有珍珠项链 一整树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华丽 但现在的售价应该都是四位树起跳 那布雕花树或是干燥花树 小小一树也都是几百块 我相信在网路上你们应该也不陌生 外面开的一些花艺客 布雕花树跟干燥花树也都是五百起跳的 那我自己做这个假花 我这样一整串的成本才三百多块 这样一支花 网路上呢大概十块到二十块不等 所以呢我这样一整个 我这一次呢总共是十五支 因为它比较大支比较粗 所以我就是直接买比较少 那我之前做的捧花它比较小比较细 那一支是三十块 那个时候的成本也比较贵 那现在越来越流行手工DIY 当然这些东西相对远就会比较便宜了 那就要跟你们分享这样一整把的花 我要怎么做一个漂亮的捧花 首先除了这个花材准备之外呢 当然胶带台还有铁丝 其实铁丝呢不一定要绿铁丝 那要绿铁丝的话呢也是可以 就是因为你要缠绕一整个绑起来 那其实最后也会用断带绑住 所以呢我是直接选用这种银色的铁丝 也是可以的 断带呢我选了两种 一个就是素面的这一种断面断带 一个是这一种雕花的蕾丝断带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所以呢我用这两个搭配 让整体的感觉呢更不一样 那当然剪刀也是一定要的咯 就是这样 所以呢当你们跟我一起一样准备好这些材料以后 就可以开始跟着我一起做捧花 做捧花呢主要概念就是一枝一枝交错的 把它围成一个圆形的花束 那我的粉色比较多 我的白色比较少 我就是优先选的粉色 粉色 然后再来哦你的手永远都是握着 因为呢它利用你手握着一束的感觉 然后来调整整个花束 有些人不太介意捧花是一定要圆的 但我个人蛮介意 我觉得一束这样圆形的捧花 真的感觉比较澎湃 比较美丽 所以呢先是粉色 再来是白色 一样再接着选粉色 我的手永远都是握在这里的 所以它等一下下面的花束会呈现一个圆弧 就像你们一次拿的那种感觉一个圆弧状 好再接着也是白色 一样我这个手都没有变都是握着的 一样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 那待会整个完整的圆形会再慢慢的调整 一样交错颜色 接着是粉色 好的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捧花的雏形 为什么要做交错呢 毕竟你拿来的时候一定是一坨一坨的颜色 那这个是一个雏形 当然捧花当然颜色要做交错 如果像你看到这样撒一条的白色一条的粉色 这个时候我就要做调整 手的位置一样不改变 让它的花在上面做调整 有吗这样这样调整 它现在的形状呢还没有非常的完整的圆形 所以我要继续的让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圆形状 我选的这个花材呢它的叶子是在下方 那我去年自己做的时候的那个捧花叶子是会在中间做点缀 那其实这些挑选这些素材都是依到个人喜好 有一些卖的甲花呢这个梗比较短 有一些呢梗比较长 其实现在还蛮流行梗长的这一种大花束 因为你要拍香春风也可以 或是想要拍一些比较素雅的白纱也很适合 那其实你看我的圆形已经慢慢的出来了 其实呢因为最后呢你会把它捆起来 最后要用铁丝把这个绑起来 你看现在是松松的样子 当我绑起来的时候呢那个圆形就会非常的明显 对我的捧花呢基本上大致上已经完成了 接着手不要动呢手是永远握着 所以其实你在做捧花的时候最辛苦的就是你的左手 因为你要一直抓着它 不然它的形一跑掉你就是重新调整 对所以我的左手是一直抓着不变 那接着呢刚刚说好的铁丝 现在这时候就要派上用场 左手不变呢直接缠绕 我已经当你确定好了你的花型要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做缠绕的动作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边粉色太多 这边白色太多 那再调整就可以了 就是直接更动这些花束 下面的梗不用变 直接更动花束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觉得好像有一朵比较凹进去 可以把它直接抽出来 你的手可以不用抓得太紧 但是要刚刚好的那个松紧度 不要让这个形跑掉了 那你可以直接抽 像我就这样把花拉出来 让它拉高一点 你会觉得在调整的过程中 好像某一朵花它退的比较后面了 好直接 而不是在下面这样子整理喔 这样是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你的花是个圆弧状 中间会比较凸出来 旁边是会比较下去的 所以看这个梗对齐真的是没有用的 这个效果不好 而且也不会有办法 那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要那个捧花 很扎实很紧的感觉 你就这样拉松就好了 对 那最后绑的时候呢 当然也会有弧形 你看这个是松 目前还没有绑 欸我绑起来 是不是就是一个圆弧状纹 好那我准备好我的铁丝 其实呢你做捧花的过程中 如果有家人可以帮你是最好 那如果没有呢 你就跟着我这样做就对啰 准备好铁丝 预计缠绕的样子 其实可以预留多一点让它缠更紧 毕竟你这个形是最好尽量不要动到的 我的大拇指 缠绕的过程大拇指要保留 我可以压住铁丝 形一样不变 因为你的四只手指头还压着形 缠绕铁丝 这边 看到吗 这样绕 这样绕 再绕到你的大拇指 再卡进去 所以我的铁丝已经帮我缠绕了 好接着拿起剪刀把铁丝剪掉 铁丝记得不要买太粗 主要是固定就好了 你买的太粗 你到时候很难剪 你要用那个老虎钱在那里剪 非常的辛苦 而且尤其是新娘自己做捧花 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建议不要受伤比较好 好 虽然现在很流行新娘自己做道具 但还是以不要受伤为主 然后接着就是把这些铁丝缠绕 绑紧 好 现在我的花型是没有变的 那如果你在绑铁丝的过程中 会发现你的花束有一点点的歪了或是什么 好没关系 那你们可以看到铁丝的部分 我已经绑起来了 那现在呢你这个型已经有一点固定 那你觉得你的铁丝还不够老 没关系 我们可以先把花束放着 再剪铁丝 再把它缠更紧 直接是由下往上的方式 因为现在我是放在桌子上了 直接由上 由下往上 直接绑 绑越紧 绑到你觉得这个型是我要的 好就可以了 好就可以了 这样 我的红花 那我下面呢这边可以看得到是铁丝 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用断袋把铁丝给遮住了 我会先选素面的断袋 记得你放桌上的时候先不要这样子硬放 直接梗 梗放在桌子上 那我今天把断袋拿开 断袋呢可以依照自己个人的喜好 因为我是选了这一个粉 有点粉橘色 我就也搭配了这一种粉橘色珊瑚橘的断袋 搭配我的红花 长度都可以随你调整 你喜欢那个垂坠感的蝴蝶结 或是短短的一个也可以 好那我现在是想要让它有垂坠感的感觉 所以我的断袋就选比较长 你可以拉比较长 然后让它的那个垂坠感比较有 毕竟垂坠感就是随人因人而异嘛 那记得呢 跟绑蝴蝶结的方式一样 两边对称 两边对称 然后剪刀剪掉 你也可以买那种专用剪布的剪刀 但我觉得一般的文具剪刀就可以了 好把它开始打剪 主要就是要遮住你的铁丝 那如果你的铁丝缠绕的比较夸张的 其实你的断袋呢 可以再多绕一圈 先遮住铁丝 以后再绕一圈 那现在呢 我已经绕了 我就要把它绑起来 蝴蝶结的绑法呢 就是因人而异人 你觉得 诶这样绑好看 那样绑好看 毕竟拍照的时候呢 主要是花的部分比较清楚 蝴蝶结其实不太容易 一路径 毕竟你是 靠在身上 拿着捧花 好 现在 我的蝴蝶结绑好了 那你觉得 诶它这样丑丑的 没有垂坠感 就可以直接拉 直接调整 直接拉 直接调整 这就是下面 那你的铁丝 不小心跑出来的时候 可以再调整一下断袋 但铁丝不明显 虽然这些是不容易入镜 但毕竟如果不小心割到手 或者是刮伤手也是不好的 这样 那来 拿着捧花 的时候 这个 垂坠感的蝴蝶结 你可以断绑再更长 也都可以 那接着呢 因为我还有在买 诶我的 这个 我还有在买这一种 蕾丝的 垂丝的 断袋 你想要觉得 诶这个有一点的 有点单调无聊 没关系 我们再拿蕾丝断袋 把它绑起来 好 我主要围哪里呢 这边 后面这个断袋 诶 一直卡的 后面这个断袋 觉得有点太素了 所以我的蕾丝 是围在这个上面的 蕾丝 我是买短的蕾丝 记得 所有的胶带 都是缠在后面 蕾丝 蕾厚一点 跟蕾浅一点 这都是水米 那你要蕾高一点 蕾短一点 这也都是因人 个人喜好 那我会选择蕾长一点呢 是因为 这样你比较不容易 露出 你可以比较容易 遮掉你 刚刚 没有弄好的 瑕疵的地方 对 那其实后面呢 你要用蕾袋 你也是可以 要这样 卷一下 塞进刚刚那些蕾绕的缎带 里面 也都是可以的哦 好 这就是我 完成的 捧花 那它就是这样一束 非常美丽 假设你是这样子 拿着 拍婚纱照 那它这个垂坠感的缎带 然后还有上面显示这些 非常缤纷的花束 其实这样一束我的成本 包含 凳带大概成本不到400块吧 觉得 真的非常划算 而且400块 这个花是你自己的 那你外面阳春型的捧花 400块 还要还给店家 还给猪戒道具的店家 所以我还蛮建议 如果有空的新娘子 可以自己做捧花哦 因为这样一束真的是 非常的便宜 今天的捧花就是完成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 今天的捧花教学影片 谢谢你们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记得订阅哦 所有最新上传的影片 你们都会收到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